即便乌克兰危机尚未解除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依然飞到澳洲墨尔本 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 显示美国仍然不忘 兼顾印太地区的盟邦与利益 路透社报导正式会议之前 美澳外长举行会晤 双方均同意这次会议 将聚焦在建立一个没有胁迫的区域 这也是形同在对大陆 在印太地区的势力做出制衡 而稍早就在两人碰面之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接受澳洲媒体访问时表示 大陆对澳洲的贸易制裁 适得其反 澳洲起而对抗 为世界树立了十分强而勇力的榜样 布林肯还说 大陆以经济手段逼迫澳洲 蒙受的损失超过澳洲 反对构建各种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群中群 反对制造阵营对抗 这次四方安全对话 美日印澳都有出席 也引起大陆关注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任何周边机制都应该顺应 全球和平与发展潮流 或许美国看清大局 少给地区国家关系加油添醋 就是未来对于美国的战略部署来说 美国仍然把印太作为自己战略的重中之重 美国希望强调的是 尽管现在罗斯牵着着美国的巨大的经历 但是美国仍然认为 未来大国竞争的核心 是出现在所谓的印太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会山庄报指出 尽管美日印澳自称这次会议不针对任何国家 但很大程度上就是用来遏制大陆 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分析 四方安全对话会议近期会晤频繁 目的就是在应对在印太地区影响力 日益壮大的中国大陆 专家则认为布林肯这次访问有两大目标 第一是在恶务局势紧张之际 美国想安抚亚太盟友 强调自身实力可以双边兼顾欧亚 第二是得到新的合作进展 不再只是纸上谈兵 因为三月初美国总统拜登将发表国情资文 希望能在印太策略上能有新的亮点 记得张力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